哈囉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白神 剛做完X世代第一季動畫的最後一集解說 緊接著就要來跟各位聊一下 第二季的預告影片 如果還沒看過51集解說的 可以點右上角資訊卡看看 回歸到這次第二季動畫 其實我有蠻多相關資訊都在上一集分析影片聊過了 所以各位也可以先去看完那部再回來看這部 那今天一樣不會直接聊到劇情 可能也只會潛聊一些設定上的東西 那麼我們正片開始 一開始就出現非常震撼的畫面 是惡魔紅蓮成功爆裂蒼龍神劍 但這個畫面我猜應該只是什麼複製品的對戰 或是巴德做夢夢到之類的而已 反正絕對不是巴德真的打贏X啦 應該就只是拿來吵話題的東西而已 接下來的畫面就是早就發售的雄獅巔峰 然後就是上個月剛出的巨金怒濤對戰惡魔佐練 這顆陀螺的使用者在漫畫裡已經登場 個人認為這部分只是設定 所以我會直接在這邊說 如果你是完全不想提前知道任何資訊的 還是建議跳過 本次巨金怒濤的使用者並非新角色 而是大家最熟悉的名店名字 當初看到是他使用真的還蠻意外的 緊接下是新陀螺武士軍刀 他的能力我在先前的影片裡已經講過 這邊就不多贅述 目前猜測他應該會在11月發售 下個畫面就非常有趣了 是一條藍白色的龍型聖獸 這個風格我想不可能是X或庫洛姆使用 個人猜測應該是新角色 或許是第二顆左迴旋陀螺 第二季動畫裡我們也確定能看到 鳳凰尾翼對戰雄獅巔峰 看這一小段的畫面感覺還不錯 接下來就是新角色亮相 他是出自一個名叫白星流的組織 角色名稱目前戰役白星斬華 因為剛才也說的不會劇透 所以這邊就小小透露一下 他的實力還是相當不錯的 最後就是蒼龍暴刃對上武士軍刀 以及白星斬華好像要跟人格假面對戰的畫面 好啦 那麼以上就是戰鬥圖X第二季動畫 預告的簡單分析啦 這次新角色的動畫畫風 個人還是蠻喜歡的 整個畫面質量感覺 也比第一季好不少 希望十月十八開播的時候 不要讓人太失望 我們今天的影片結束了 如果喜歡可以帮詞 訂閱跟分享 然後負平的頻道 點個訂閱 按讚 喜歡捨立中國 那我是白星 各位小白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